近日 加州執法部門領導人致信加州州長紐森 呼籲否決SB58號提案 避免讓迷幻藥在加州合法 他們認為這將帶來更多犯罪、遊民和毒品問題 這項讓執法部門集體反對的SB58號提案 由加州參議員斯科特·維納提出 旨在將置患蘑菇、蘑菇毒素、迷幻藥等毒品合法化 並稱這些迷幻類藥物能幫助退伍軍人 创傷後應激障礙等患者得到治療 然而 維納強調的迷幻藥物無害性引發民間的質疑 這項提案影響 提發了醫療保健組織、執法部門、受害者團體等民間組織強烈反對 他們呼籲民眾打電話 敦促州長紐森否決提案 SB58號提案的前身是 SB519號提案 後者被否決後 作者刪除了搖頭碗等毒品合法化的條例 於今年重新提出 便於上個月以一票之差 獲得加州參眾兩院通過 青島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